6月1日郭德纲在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段视频 带着张云雷、李赫彪、杨赫通一起过儿童节 视频中郭德纲给撒徒弟上课 而面对一帮调皮捣蛋的徒弟们 郭老师也是非常的开心 虽然嘴上说不能跟徒弟一块带着 孩子们没有正行 但脸上还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看着听话的张云雷 郭德纲也是直接给张云雷封上了班长的职位 玩笑之后都以为郭老师会开玩笑的 开始了今天的课程 但是没有想到郭老师第一个提问的会是彪哥 而提的问题也不是关于相声 而是问彪哥怎么做饭 问的彪哥也是一愣 都知道彪哥在进德云社之后是在后厨帮忙 然后才一边帮厨一边学相声 但没有想到郭老师问完之后直接让彪哥熬鱼去了 而主任则被派去监督 看到两人都走了之后 郭老师也开始了今天的教学 可以说是一句一句的教 不少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评论 郭老师真是晕才失教 彪哥主业还是做菜熬鱼 杨主任还是做着监督工作 而对于雷雷郭老师非常有耐心的一句一句的教取义 不得不说郭老师偏心 网友还调侃师傅 师傅偏心偏的一点也不明显 为了给雷雷开小灶给两个徒弟都支走了 看到郭德纲带徒弟们一起过六一儿童节 网友们也是非常的开心 特别是能看到张云雷 网友们也纷纷在线 让师傅催张云雷更新视频 不更新视频也希望郭老师能多查查 累累的作业 发出来大家也能开心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张云雷可以说 一直都在郭老师的家里开小灶 网友们更加期待张云雷 能给大家带来新作品 也希望德云社小剧场 能够早日恢复演出 给观众带来更多快乐 给观众带来更多快乐 给观众带来更多快乐